你这个事务中心没有司法验警的资质 你说这个鉴定是事务中心做的 你事务中心到底有没有司法验警的资质 我有 你拿出来 你为什么不拿来 法院的公告 你要拿来 既然这个鉴定不是博客做的 是事务中心做的 那事务中心有没有司法验警的资质 我肯定给你能拿来 但我现在没有 我就告诉你 你给你在网上看 我们有法院的公报 在那网 但是你有资质 我要去科技部 我们现在亲从于科技部 来给我们写个证明 写个东西 说我有资质 然后我们拿去找 这个不是问题吧 那事务中心就明确告诉我 他说我科有 你事务中心有 我现在你科技部你演示吧 到底这个鉴定到底谁做的 到底是谁做的 事务中心做的 好了 你事务中心 你没有司法验警的资质 你得做司法验警 把这些七个人被判入狱了 判为三千一百万 教授参加鉴定的三个专家都说了 他对这个技术 为什么没法拆 拆拆收场地盘 这个技术 不知道 他不懂 没有判断能力 一个说没有判断能力 事务中心的技术 一个说不知道 不懂 这是他出去的中心 那么我们现在说 来找一国科 找一科技部 你既然是科技部门 你找了一把 不懂这个技术的人员 做了一个鉴定 你说你这个鉴定 是合法的吗 你这个行为是有效的吗 这个司法验警 从此 这个讲得很清楚 司法司法无法会的 你没有这个鉴定能力 你不得受理 对方委托人 拿来的资料不完整 不得受理 直接不允许受理 那么你为什么要受理 你程序是合法的 以科技部的名义 单方去花了两千块钱 给一方当神 去搜集有力的这个材料 那我听到讲 不是科技部 是哪个单位 以科技部制产的什么东西 科技部制产的什么东西 是个独立的 它是独立的吗 他绝对单位不成为科技部吗 独立的 他应该把前面的科技部 几个字里去 对吧 我跟你说 他这个姿势 来自于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是哪 他的依据法律 发减酸 就是维生素的是不是 啊 我只听说 你开完事了 我已经开了 我已经开了 你这 半生的关于事 半生的害成这个样的 还有得要受别人的 尊重你 还得 你是我先生 你不简直 说不出来啊 啊 你说的 你说的 我说的 你说的 我说的 你说的 这是我说的 我当流氓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呢 咱们把他收开了 07年 07年鉴定 09年判决 两年时间 你们不闹 你们干什么去了 我就是说 你们为什么不早闹 现在来闹来了 我做三千一百万 对不对 让他拽了 对不对 三千一百万 拿住了你了吧 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就是做的鉴定了 你们判决 我们哪知道啊 你们到什么 我到什么 就是一个判决 方向的判决 这个 你到事也不是这么干事吧 这个 杨连轻 哎呦我缺了 杨连轻 你的两心够肤子 我后什么 我不在乎 我不怕 我也是什么苦书生 我不怕你们这一套 你干什么呀 他回来就流氓出身呀 没报复 对啊 每个人都是流氓出身 我们老板这什么都不懂 你的流氓出身 谁怎么 原来是流氓出身呀 咱们就说开了 是共产党啊 你是共产党吗 那个刚才我刚才 当然是 哦流氓出身也可以出党 流氓出身 在隔壁 这点是流氓出身 流氓出身 还有改写规证的时候吗 你们说这些人 没说 他说 你说哪些东西 你打回主次呢 对吧 所有的问题都打不上来 都打不上来 你们慢慢解释吧 对吧 都是倒上 你们要是倒上来 咱们都是倒上来 还要怎么样啊 这是 你还要报复怎么样啊 不是我们你可以够的 这么多人 我们有其他 咱们得不用钱 我倒里了吗 我也给你 你们都还要起诉呢 嗯 我不起诉 我都告诉你 你们这些证据 我没关系 你们以为呢 上一次就就就就就就 就白坐牢 这一次还不知道怎么样 那我我 那那让我再做好呢 让我再做 你这个 那就是说 咱们这事说开了 对吧 你录就录 没关系 你放在网上更好 我不在乎这些事 你们闹吧 你是谁在乎的 我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